各位, 我們在客廳的新報紙 你覺得好不好看?挺好看的 Mary, 你快點快點 節目已經夠了, 還不快進來? 來吧 你算離譜了 你幹甚麼?不要嚇我 甚麼事? 我想有人改名叫尤知B 不是, 配合你嘛, 特意配合你 不配, 去哪兒來 你剛才看完竅王大會村挺有趣 你想不想再看? 想, 不過等下星期六才可以看 不過這樣, 如果你想再看 你可不可以等下星期 馬上又讓你再看 我看不見了 兩位仁兄, 你看 各位小姐多漂亮 的確是美人 如果能跟她一起用線, 你說多好呢? 吃飯 請她吃飯又不容易 我們略施小計, 甚麼都碰到, 每樣都碰到 陳旺間, 你別以為我何淡如的計劃 一點也不需要 劉華東的計劃難道會比你們兩個人弱 兩位無為盈 這樣吧, 不如我們三個輸倒一下 一起上去, 如果誰能比小姐要吃飯 那就當他是贏 但是其他兩位就要負責一切費用 如何? 好的, 一言為定 好, 一言為定 小姐, 小姐, 小心借相憂 請問三位公子有甚麼貴幹? 小姐, 小姐, 我叫何淡如, 初到貴境澳門 正所謂人生都老不熟 望小姐你做我們的導遊 帶我們到處去看看, 好不好? 小姐, 小姐, 你千萬不要相信他 這人最喜歡從香港飛身坐飛翼船來澳門 途經他就是熟客 我就真真正正第一次來澳門 請問三位公子來到澳門有甚麼事幹呢? 小姐, 小姐, 你有所不知 其實我們三個加上一個荒唐鏡 就被人家號稱一代轎王 這次我們應那個導演溫燦華之妖 專程來到澳門拍攝外景 原來是這樣的 那只有你們三個人就可以出來拍外景了嗎? 我們繞王殺到 怎麼三個人這麼冷清清? 有很多人 沒錯, 除了我們三個之外 還有幾個藝人一起來澳門 他們包括張活祥先生, 周吉叔, 王杏秀, 程可惟, 莊文青, 張慕蓮, 還有羅浩佳 還有, 就有梁漢輝, 廖偉雄, 張生, 陳百祥, 還有其他工作人員 有些名字可能不記得, 很多很多人 還有我呢, 我就是來做一代轎王 而且還接吻做K100訪問 喂, 你們三個還站在這裡幹甚麼? 在等著你埋位, 還不去 快去吧 埋位, 那邊 好像在那裡, 壞人 哎呀, 我不肯 人家還有K100訪問 你又賺暖快哥病 是嗎?你訪問我不知道 不過如果你問一代轎王的事, 我就知道了 對了, 適合了, 導演 不如跟觀眾介紹一下劇集的東西 好, 這次一代轎王全新製作 陣容加強很多 兩集裡面, 四個轎王都同時出現 我們就用來做新年特輯用 喂, 我有很多藝人作陣 當然了, 還有很多其他藝人幫忙 好像你這麼沒空也來幫我們 有這麼說 不如這樣吧, 現在要趕著拍戲 待會兒晚點吃晚飯才慢慢聊 好呀… 原來溫燦華才是一代轎王 原來溫燦華才是一代轎王 真是被鼻肥等等, 挺有趣 是啊, 這次我們的徒弟仔 我看廖安麗的工作表現很好 在這時候變魔術一樣 我們是警察 不過, 不知道廖安麗 有沒有被溫燦華哄到 不會吧? 快點問問她 順便看看有甚麼觀眾的來信 要她解答一下, 好嗎? 好 我怎麼會這麼笨 被人騙到才行 這樣也好 對了, 何必叫我們解答觀眾的來信 你打算搭哪幾封? 我看定了 我會答這封觀眾的來信 這個觀眾的名字叫做無線迷 你聽著吧 你問了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警犬安卡有沒有可能再做第三輯 她的同學和朋友都很喜歡看這個節目 警犬安卡暫時沒有第三輯 第一件事可以告訴你 如果有第三輯的時候 我們會盡快訂購回來為你播映 第二個問題就是 她問可不可以在螢光閃閃介紹 警犬安卡的男女主角 在上兩個星期的 《螢光閃閃》裏面 我們不是介紹了女主角 目之內陸嗎? 至於男主角方面 我們一搜集齊的資料 會盡快為你介紹 至於第三個問題 她就問 剛才特輯的香港人 是否由譚詠倫主唱 你說得很對 沒錯 是由譚詠倫主唱 即是瘟南五虎將之一的Ellen 讓我看看 這位觀眾不僅寫信 她還寄了兩張照片給我們 原來這兩張照片 是在上次K18加年華會 幫我們拍的 她寫得很漂亮 她問我們喜不喜歡 對 很漂亮 如果喜歡 就沒有人寫一張給我們 好嗎? 好啊 很漂亮 她還有幾個問題問我們 第一個問題 就是問 小甜甜的片集 何時會播完 這個正題 我們暫時還未知道 但不會在展期之內播完 第二個問題 就是關於警犬卡 這個問題你剛才說過 所以我不再說了 對 第三個問題 就是問在青年光探 播完之後 會推出哪一個新片集 這個暫時還未決定 但在青年光探 剛才播完的時候 我們自然會為你介紹新片集 本來有很多觀眾寫信來問問 但可惜時間有限 可能不能夠一日作集 希望寫信來的觀眾 能夠原諒 不過我們會盡可能 將最多觀眾想知道的問題 先選出來 又為大家解答 可能下個星期 會輪到回答你的歡都未定 對 我們很歡迎你寫信來給我們 上一集K18 就是100集的加年華會 我們就沒有機會介紹節目 我想今晚我們應該介紹 翡翠台和明珠台的特別節目 提議得好 不如這樣 順便問問我們兩位K18的記者 不知道你們是甚麼知道 他們特知道 不如讓我們介紹一下 翡翠台和明珠台的節目 好, 你先說吧 好, 我介紹翡翠台 翡翠台下個星期比較特別的節目 是由南信新年特輯的 轎王大會串 剛才你們已經看了一輯 另外那一輯 將會在下個星期六夜晚的7時半播映 明天有兩個特別的節目 其中一個 明天下午 翡翠台將會實地現場 轉播一場銀牌的足球決賽 就是南華隊對精公仔的比賽過程 如果無法逃到波碑的朋友 不要緊 明天一樣可以很舒舒服服地 在家裡欣賞這場龍爭虎鬥 另外還有第二個節目 明天第二個節目 我想大家都會很熟悉的 就是由黃占主持的 獎金兩萬等著你賺的 嘉華才智相傳 這個節目既有娛樂性 而且還可以得到巨獎 大家千萬別錯過了 嘩, 很多口水 不是吧, 韜韜不自我一路說 人家跟你姦勢這麼詳盡 你還說人家多口水 那你說得對 他實際上挺負責 當然 找到這麼多支 要告訴觀眾知道 不過想起口水 有個人更多口水 為甚麼 我不告訴你名字 給你提示 這個人又很生氣很古怪 又喜歡填歌詞 還有一點不聞之氣的 那個之後再見 可以聽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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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聽到嗎